大家好,我是主播琪琪,欢迎大家来到大波琪娱乐频道,您的订阅是琪琪的动力源泉,不要忘记担击小铃铛,这样您就会及时收到琪琪的更新信息,谢谢大家。 爱一个人就会更想了解对方的生活,了解对方的内心,在意对方所在意的一切,向左就是这样,郭碧婷喜欢宠物,也会力所能及的给需要救助的宠物提供帮助,录制节目期间,向左就陪郭碧婷来到重庆流浪动物救助中心,一起当一钩,两人不仅买了以后备箱宠物用品。 还轻力轻微的给小动物打扫粪便,洗澡,短短的相处,向左已经跟一只金毛结下友情,郭碧婷看出老高,对金毛不舍,提议他有没有别的想法,意思是收养。 向左表示先看看有没有别人领养,也许会碰到别的有缘人,再向左看来,他现在最大的意愿,就是享有个孩子。 比起收养大行权,还是想要留出精力,陪孩子奔跑,让郭碧婷先当个好妈妈。 在郭碧婷与向左没结婚时,想派已经表达了,想抱孙子的强烈意愿,如今向左郭碧婷已经结婚。 生子就是顺理成章,也是头等大事了,向左跟郭碧婷聊宠物,都能聊到生子话题。 可见在他心里,是特别渴望尽快有小孩的。 向左在说这番话的同时,很自然地把手放郭碧婷大腿上捏,似乎忘了有镜头。 这样亲密的举动,在夫妻间也很正常,也说明两人感情真的很好,相比没结婚时的拘谨。 现在向左与郭碧婷之间,更亲密自然了。 不过郭碧婷,看起来还是不好意。 拉开向左的手,说,好烦,你走开。 本来腿是平放状态,也拳起来了。 字幕在那一刻也合出,打乱的小手,似乎是在解围。 这句话解释了,向左这举动是太调皮。 毕竟有镜头在,摄像师也不少,郭碧婷又说好烦,又说走开。 从他拉开向左的手,就可以看出他是抗拒在镜头前太亲密,向左也是很直爽了。 既然有道生子话题,郭碧婷在拉开老公手后,又给老公上了一课,说如果会陪他们,就很会照顾小孩了。 在郭碧婷心里,宠物就像他的家人,在照顾他们的同时,也能学到很多,会让人更有耐心,也会更有责任感。 从向左不怕脏,不怕累的照顾这些流浪狗看,是个很有耐心的人了,向左的表现让郭碧婷也很欣慰,相信两人有了宝宝,向左一定会是个好爸爸。 同时,大家也是很喜欢看两人镜头前撒糖的。 对视频快乐。 为什么呢?